《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王德勤 首先一齊看看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在華南元朗來說 預計今日都會受到一些雲層影響 雲和雲中間有納粔 因此預計都會見到陽光 而另一方面 去到菲律賓方面 有個熱帶氣旋尾沙克 預計尾沙克會採取一個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大致會移向雲宋 並且會逐漸減弱 當它過了雲宋後 就會進入南海 並且進一步減弱 轉過去看看本地的情況 預計今日的最低氣氛分佈方面 整體上是介乎在23度至26度之間 詳細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預計最高氣溫方面也挺暖 會上至29度左右 風方面是出和換的偏南風 看看氣壓的預報圖 我們預計到下星期一、二的時間 會有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後風 抵達華南元朗地區 街時的天色方面會有些雨 天氣也會涼少許 而另一方面 明天4月4日星期六晚 有一個月食的情況 預計當晚天色方面也會有些雲 但雲和雲中間也會有些納毀的情況 所以有機會是會見到這個月光 而另一方面在復活節假期 可以看到天色也不錯 都是一個部份時間有陽光的情況 日間的天氣相當溫暖 最高氣溫會上至28、29度左右 而另一方面 去到接近下週中期的時間 見到氣溫就開始下跌 天氣會涼少許 並且有些雨的情況 去到天氣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兩、三日 就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相當溫暖 而去到接近下週中期的時間 會有幾陣雨 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